知名日式賣場大樓 投往地下室的入口 被警銷拉起黃色封鎖線 雖然已經撲滅火勢 但消防人員還是不敢大意 繼續留守現場 而一旁還聚集了一些民眾 大家逛賣場逛到一半 突然被疏散 統統站在街道上面面相去 好幾輛消防車停在大樓外頭 也引來路過民眾圍觀 賣場業者面對警銷人員 詢問連忙否認跟自己沒關係 甚至還幫忙滅火 據了解賣場大樓地下室停車場 在30號晚上將近11點的時候 發生火警 員工趕緊拿滅火器滅火 同時打電話報案 並疏散正在逛賣場的39位民眾 我們只要一一稍微有狀況 就整個疏散了 其實跟我們沒關係 消防人員貨報抵達現場 立刻布水線進入大樓 迅速將火勢撲滅 所幸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也沒有釀成更大災害 警銷表示燃燒面積約一平方公尺 但詳細起火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離清 現在這次有關的火因 火動這麼多公尺